大家好,我是阿希 现在已经中午的十点半了 早上起来把视频剪了一下 准备收东西了,出发 刚刚洗了个脸 然后去拿了一些东西 昨天晚上买的菜 最重要的就是要买这个油 因为昨天晚上炒菜都没有油了 所以说买了一点油 然后买了一点菜 中午先做个饭再出发吧 现在已经中午的十一点了 先吃两个鸡蛋 这是昨天晚上煮的,水煮的 然后先吃一个或两个 然后我们再做饭 因为做饭也需要时间 这就是真正的早餐了 太阳能再充电了 这边也已经在煮饭了 今天中午的话就吃一个肥牛片 还蛮多的 一大盘 还有一些菇可以放一点 一边煮饭一边收东西吧 把这东西都收一下 不然的话等一下好多东西要收 今天中午就简简单单煮一个清汤小火锅吧 肥牛小火锅 肥牛加山菜 把这山菜洗一下 这里再烧一锅水啊 我感觉这个锅确实小了一点 这么多肉我都不知道怎么烫 直接放一包这个方便面的高汤包啊 然后就有味了 再加一点盐 我们早上就吃一个清汤的肥牛烫山菜 都来一点 可能这两天延迟少 都没怎么炒菜 都没怎么放盐 直接把肉全部下里面吧 然后一起煮就行 先下一半吧 肉下了一半 然后生菜也下了一半 把它煮熟 然后再下另一半 这个烧好了 直接捞出来吧 再下入另一半 这个生菜也全部放进去 再烧一锅 煮了半天 12点多 终于弄好了 全部捞出来 看一下 麻麻一锅 底下是米饭 上面是菜 一点东西不放的话 确实有点担掉 我们这里有这个老干妈 再放一点老干妈 就可以担这个酱了 这个味道就完美了 吃饭吃饭喽 这个锅确实小了 煮点菜很不方便 11点开始做饭 现在已经12点多了 马上12点半了 等我吃完饭一点钟 把收收东西都得一点多了 味道还是可以的 或者说就是说没什么味 吃饭 这一件一件 够了 收东西 收东西吧 哎呀 已经一点钟了 昨天是拿了快递啊 因为这个 摄像头看一下 这里裂了 撞到一个东西 然后裂了 现在给它换一下吧 这个镜头我都换了好多次了 非常容易碎 把这个擦干净 然后我们现在 把这个再给它贴上去 贴一下几十块钱就没了 还行 终于又贴好了 继续收东西吧 帐篷还没收 是扇机啊 这个轮胎好像歪了 有的地方都蹭到这个 尤其是这里 感觉都快蹭到这个 旁边的这个很干了 这最窄的地方 几乎已经没有空隙了 先出发吧 先出发吧 后轮还稍微有一点问题了 现在 哦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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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需要你 去梦里 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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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 der Stille dieser Nacht möchte ich bei dir sein Menschen, die sich lieben, sollen zusammen sein Ich spür das Heute brauch ich dich zum Träumen Geh durch Straßen, hol ich zu weit weg von dir Und dann frag ich mich, was mach ich denn? H McConnell F pied hüft 完了完了,现在起不动了 这个 taste 彻底的粘到 3 简直 我刚刚聽到咔嚓一聲音 是这一个坏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先把东西卸下来 这断了多少根浮条 一根 两根 断三根浮条 四根浮条 这什么鬼 完了 车子断浮条了 东西太重了 然后这个浮条受力不均匀 小小一看 断了最少五六根 这里一个 两个三个 我看了一下最少四五个 这里底下还有 底下也断了 这个也断了 看到了吧 这个也断了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里都断四根了 你看这四根是连一起的 断四根 就这一小块已经断四根了 这一对 这一对全部断 然后这里还有 这里也有一对 应该也断了 好像这里也没有修自行车的 可能还要打个霍拉拉 再返回仙桃 现在这个轮胎在这边都卡死了 你看刚刚是这个磨出的印子 看到了吧 这边你看就没有了 这都是刚刚磨出的印子 现在我只能救一辆霍拉拉 然后再拉到仙桃市的美利达自音车店 然后去修一修吧 没有办法 大概50块钱吧 现在我救了一辆霍拉拉 应该一会儿就到了 今天还要再返回心头 在那里去修车 前面好像出了一点小车祸 好几个交警在那里 然后还有大火车 霍拉拉来了 他刚刚开过了 我以为他会停的 他直接开到前面去了 后轮装过两次 就可以了 坐车坐车了 去仙桃 这区修车 这里是湖阳镇 前方后移动直行 所有车道不可同行 啥呀 车子坏了 只能霍拉拉拉拉回修车点 又看到仙桃的高楼了 还有东西 这个东西只能到修里面了 有专业工具 没得专业的形态 搞不懂的 没买多长时间 就一个月都不知道 就从我们家骑到这里 这边路还好走 都是平均 对 先带一个 然后你自己没有发掘 然后你又再继续骑 它就会越帮越多 一二三四五六 至少六个 车修好整整六点钟 现在又得去找一个网上的露营地了 走了 虽然说今天花了一些钱 但是好歹把车子修好了 打霍拉拉花了五十 然后修车花了五十 现在我们还是去昨天晚上的露营地吧 那边安静 方便一点 也熟悉一点 看看快乐山了 这里是黄金大造了 明天我们还是沿着这条路前往浅江市 又回来了 看到了沿着这个小河边 一直往前走 就到达我们昨天晚上的露营地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四十四 准备先把饭做了吧 先吃饭 帐篷的话就等一下再打了 先把米饭煮出来吧 今天试试不试 晚上到这里怎么感觉有点头疼 先做饭 头痛也得吃饭 今天晚上只能吃一个 各种菇炒鸡蛋了 今天刚买的 这个只能发一天 倒点水把这蘑菇洗一下 把它分开 把这洗好的蘑菇捞出来吧 是昨天晚上煮的白煮蛋 放了一天了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鸡蛋应该能放一天的 五个鸡蛋切成了这种小块 等一下和这个蘑菇一起炒一下 今天新买的这个油 哎呀 啥也看不见 放进去 加点这个老干妈 稍微有点贵 焖一会儿吧 就刚刚洗了一下这个蘑菇 然后就焯出来这么多水 把这个鸡蛋也放进去 焖一焖 今天应该算是有营养的 哇很香啊 OKOK就这样 关火 来吧 哎呀 今天又是一锅 蘑菇炒鸡蛋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衣服穿少了 少凉了 下午挺热的 我就没穿多少件衣服 但是现在又挺冷 看呀 我现在又穿了很多 反正下午休完 吃到这里就感觉头好痛 现在更 现在更痛了 赶紧吃完吧 吃完饭赶紧休息 车又坏了 今天 还好下午就休了 损失一百块钱 哇 确实头好痛啊 赶紧吃饭吧 赶紧吃饭吧 这里有这个罐头 喝点甜的看看能不能好一点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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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铁放着干 原来开始吃饭喝 把汤 mixture喝 reun子喝 被我喝完了 烧了一壳开水往上喝 晚上没水喝了 一碗饭,然后加一瓶罐头,现在还剩了一个半个黄桃 吃饭的东西已经收完了,准备搭帐幕休息 扛不住了,准备休息了,今天有点意外的发生 然后顺利解决了,明天还是照常出发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我出发20多天了 然后大概起了300-400公里左右 不对,600公里,起了600公里 因为我们家那边是300多公里,这里是1000多公里 起了大概六七百公里 六七百公里,按照正常的路程应该是十几天 我现在是20多天 就是慢一点的话,应该也是在两个星期应该到 主要我之前也休息了好几天 因为下雨,你看在武汉休息两三天了 之前在安徽那边也下雨,又休息一两天 所以也耽误了一点时间嘛 所以说总的路程来说 基本上只要我出发基本上一天是保证在40公里左右 有四五十公里,但是有时候没出发 所以导致现在600公里 然后我现在起了20多天了 之后稍微加快一点速度吧 就是每天大概走个六七十公里 稍微赶一点进度 要不然的话我感觉 到达西藏的话会很晚很晚了 我们争取在现在快五月份 我们争取在五月六月 这两个月之内到达西藏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确实头挺痛的 准备休息了 下期再见